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And ride on time 那我就站起來 是我的床 雙人床 然後雙人床的對面 有一個 I never mad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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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才已經check-in完 拿到房卡了 那我原本的定的樓層 其實是基本的 行政的基本房 然後因為我是當月壽星 所以他有幫我升等 升等到比較高樓層 30樓的 會翠樓 就是這種比較高一層的等次的房間 對那房間相對會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準備入房 去看看我們房間裡面的樣子 然後凱撒這邊的設計 你看他的整個樓層的設計 他的風格 其實是比較偏 有點中國風的感覺 然後色彩非常明亮 也不會太暗 整體就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很新很新 它沒有任何的異味的感覺 好我的房間現在到 這間3016房 那我們現在刷房卡進去囉 那我們進來看看 哇裡面好寬喔 剛剛行李其實已經拿進來了 然後為了完整的拍給大家看 所以我在從外面走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 我的這個房間就可以看到一個長廊 有一個長廊 然後有一個全身鏡的部分 就是你穿好衣服可以在這裡照照鏡子 整妝 然後從這個長廊走進來 左邊的部分就會看到我們的廁所 有沒有看到廁所 這邊有沒有透明鏡 就可以從這邊穿透看到廁所的位置 剛剛因為在外面不能太大聲 現在已經進來房間 聲音音量可以稍微放大一點 那進來房間其實都要戴口罩 那我是因為從房間剛出去 所以有把口罩拿掉 那從剛剛那個玻璃廳這邊進來 除了看到廁所第一個門 你就可以進到我們廁所的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化妝鏡 然後它的衣櫥 衣櫃的部分就是在我們的左側 沒有衣甲 然後它這邊有準備好的浴衣 然後吹風機 布林子的吹風機 然後下面也有鞋子之類的 然後化妝桌 還蠻大 還蠻舒服的化妝桌 然後轉過來 它的對面就是我們的廁所 我們的廁所它是採乾濕分鈴 除了乾濕分鈴外 它有自己獨立的浴缸 那它其實除了一般的行政房 也是有浴缸的部分 那慧翠的這個樓材 好像它的浴缸會再稍微大一點 然後進來以後 就可以看到這邊是我們的 就是衣浴設備的側馬桶的部分 然後它的馬桶也是採那種 免治型智慧的馬桶 然後這一間是乾濕分鈴的淋浴間 然後它有附 好像是阿園吧 應該是阿園的沐浴的 沐浴的用品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化妝 化妝桌 盥洗桌 然後有附 基本就是 這是有點 已經到五星級的飯店 所以基本的一些盥洗用品都會有 然後這邊也有一盒是盥洗用品 所以來這邊就可以不用待 那當然它有一個環保的防型 那環保的防型的部分就是 這些設備它可能一次性的它沒有提供 如果這些一次性的消耗品 如果你們是不需要的話 那你們可以訂環保的防型 那它可以把那個消費的部分 折架到我們的房架裡面去 好那這是廁所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最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房間 那房間也是非常寬敞 非常非常的大 那從這邊走進來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房間 最棒的是它前面有個view 現在因為是晚上 所以打開看不到什麼 那我們就單純先讓大家看一下房間的部分 明天早上我會再拍一下就是 那個窗戶打開的景觀 這是我的床 我今天晚上的床 很大喔 很大的 應該是King Size的雙人床 然後雙人床的對面 這邊有一個貴妃的沙發椅 ok 然後沙發椅的對面 這邊就是有一個小小的bar 然後bar台的部分 它就有附這個膠囊咖啡機 可以棉被使用 然後很貼心的是 它也有附一套茶具 然後茶具的這個裡面 也有茶葉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組茶具超可愛的 好然後在最下面的部分啊 這邊也有提供一些杯子 杯子的部分 那我覺得很貼心的是 我一般很少看到有附紅酒杯 還有威士忌的酒杯 這邊都有 等於是如果你想要喝酒的話 買完酒之後 這邊都有杯子都可以使用 然後下面這邊打開 就是冰箱 然後冰箱裡面有附兩杯 汽水 這個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這是基本的部分 把冰箱關好 好 那在這個小吧台的旁邊就是會有一個畫 算是書桌 然後跟電視的位置 它如果說你們要在這裡 放一些充電的設備的話 這邊都可以使用 然後這是電視 然後回過頭來我們來看看 這就是我剛剛拍給你們看 就是我的床 我今天晚上的床 那我還蠻期待就是明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對面的這一片陽光灑進來的view 是看似長什麼樣的 那這邊是30樓這邊看出去的view 其實透過玻璃這邊看到的就是 可以看到整個板橋的街景 其實晚上車流這樣是蠻美的 然後它的頂樓其實原本會有一個星空酒吧 但是因為它會看季節開放 那現在可能就是比較會容易下雨季節 所以這個時間點我來的時候是沒有開放的 不然它其實還有一個星空酒吧 那星空酒吧看這樣的小小的街景 然後喝酒其實蠻舒服的 這邊也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的房卡 然後因為我訂的房型專案是 可以到下午2點再退房 這是有比較特殊的專案價格 然後這個專案的部分 它就是有附一個雙人的早午餐兌換券 對那沒有早餐 那它就是主要是早午餐 從10點到2點之間可以使用 然後想說可以睡飽一點 這專案其實是蠻適合的 然後這是一個基本的樓層介紹 一樓就是拉比跟酒吧 明天吃早午餐的時候也是回到一樓酒吧 然後二樓的部分會有一個澎湃自住餐 跟卡拉拉餐廳 那我們住房其實它都有優惠 然後三樓也有一個家宴 只要憑住房房卡都可以優惠 六樓到... 六樓以上其實它就會有一些客房的部分了 那我們在30樓其實已經算是 特房的倒數第二層 然後再來是27樓 它就更高...更高級的樓層 然後再來是32樓 星空Bar 游泳池跟健身房 那我們明天早上再到游泳池跟健身房來看看 早安...睡了一個出事的晚上 然後今天起床第一時間想要帶大家來看看這個最新引我的五邊際游泳池 那今天台北其實是有點下雨 那它是露天的 昨天櫃台的人說它是常溫水 所以以氣溫來說應該是沒辦法游泳了 但我還是想讓大家看看凱薩的游泳池景象 我們現在搭電梯到了31樓 然後這個游泳池、健身房跟星空Bar是在32樓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要再走一層的樓梯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這個很漂亮的露天游泳池 從這邊 從這邊 好 後下雨 對 那這邊有泳池 好 哇 台下的這個游泳池真的很漂亮 可是今天下雨 你可以看到前面就是如果天氣好的話 它是可以直接看到板橋的階級 游泳池很美 然後它的深度是1.2米 它是非常非常乾淨 雖然是露天的 它一直都是有做保養 然後這邊其實也有救生員 那32樓的部分還有個健身房的設備 然後入住的房客都可以免費使用 帶大家來進去看一下我們的健身房的部分 這邊是健身房的部分 這邊是健身房的部分 但它的健身設備其實蠻齊全的 然後也有重量訓練的去運 喜歡運動的人來這裡就可以不要錯過這個健身房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去看過了32樓的游泳池跟健身房之後 我們現在來1樓 享用我們的今天訂購的是早午餐的部分 現在這邊是在1樓 1樓 1樓 1樓的電梯設計其實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準備來用餐 那用餐的部分 就是在1樓的櫃台旁邊 這邊有個Bar 那我們今天在早午餐 它是套餐的形式 製作時間大概要30分鐘 我們先來這裡等待一下 然後這邊平常也是有提供一些酒水 然後入住都有折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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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了30分鐘 我們的早午餐來了 這是雙人份的早午餐 凱撒煙燻沙拉吧 然後這個是 總會三明治跟炸薯條 另外還有附咖啡根的紅茶 他附贈早午餐的套餐選擇 量還算蠻多的 那我們現在來享用這個美味的早午餐囉 我們現在要準備退房了 這次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有機會一定要來入住凱撒 我這次在這邊住了一個晚上 整體的體驗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無論在房間的光線的採光安排啊 或者是整體空間的寬敞度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適 床的軟硬度也很適中 他雖然是偏軟 但是也不至於軟到躺下去爬不起來 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整體的環境是可以達到一個空間舒適度 然後空氣的潔淨度也很高 因為飯店畢竟比較新 那如果說你們希望就是體驗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然後公用環境也蠻多安排 像有健身房啊有游泳池的話 其實凱撒就非常推薦你們 那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專案風格 你可以選擇像壽星的專案啊 或者是說晚點入住晚點退房的專案 都非常非常 那這一次凱撒入住的介紹希望你們會喜歡 對那我其他部分也有很多飯店的介紹 你們也可以參考看看 無論是在南部還是宜蘭都有蠻不錯的飯店 那未來如果有機會入住到不錯的飯店 我會推薦給你們 謝謝你們 掰掰 今天凱撒大飯店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吧